两名香港民主派成员前往北京信访局 向中央政府表达香港人对湖南民运人士李旺洋离奇死亡事件的关注 并打算到湖南省当地处请当局恢复李旺洋家人和朋友的人身自由 香港泛民主派组织社民联的两名成员罗堪旧和陈宇南 7月12号早上11点到香港国际机场 搭乘1点50分的飞机前往北京向中央表达港人对李旺洋事件的关注 他们带上4000多名香港人的签名和请愿书 要求中央政府交代李旺洋的死因 罗堪旧和陈宇南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预料若能成功入境此行将会有一定的危险 但他们仍然希望能让中央知道香港人并没有忘记李旺洋事件 自从李旺洋的死讯传出后 香港一直关注事件 一些组织举办多次游行 发起万人联署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在7月1号的大游行中 有不少示威人士高举为李旺洋喊冤的标语 感谢观看